你覺得現在很好了嗎 我有數據什麼叫做熱烈迴響 你們那個是秘密的東西嗎 在哪裡 今天要請你們來報告 為什麼沒有提供給粉絲呢 要制度給制度 要錢給錢 全部都給你們了 然後你們今天來的報告 都看不到你們的這些檢討的東西 一直要錢 一直要計畫 你覺得原住民立法委員 可以做你們的後盾嗎 不是花了17億 做兩手一攤 然後什麼也都不檢討 我必須說 你必取得 請問一下預計什麼時候搬到新大樓 也就是原住民族語言傳播大樓 這個是誰要回答我 14年12月預計完工 但是搬遷大概是15年年初 OK 請問一下搬到桃園之後呢 大台北地區 會不會還會有一個所謂的北區中心呢 北區中心 報告委員就是為了新聞製作 我們會有一個中心在這裡 對 因為中央部門 單位都是在台北嘛 也是所謂的資訊交流的集中地嘛 請問這個問題 你們在搬遷之前有沒有想過 有 我們在搬遷的小組 這個北區中心又要花錢租對不對 大概會有多少人這樣來來去去 以你們估計 它是一個辦公區塊 那提供給記者在台北發稿的區域 那會在哪裡 我們會招標 所以還會有一筆錢 會有一個招標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搬遷新大樓不是真的只有17億 為什麼 因為包括你剛剛講的 還會有一個北區中心對不對 然後包括員工的權益 要爭取交通的補助 遷居的補助 合一住宅的規劃 托育補助四項 你們已經啟動了嗎 請問還要花多少錢這些東西 員工的權益部分 在一年度是編列兩千萬 一年兩千萬 這兩千萬包括 托育補助 搬遷補助 合一住宅的規劃 是嗎 是 好 所以要準備要幾年 報告員三年 三年一年兩千萬 等於就是還會有六千萬 那萬一這些人在三年當中 就是他的權益沒有被照顧到 那怎麼辦 我們一樣是會 就是以勞基法的方式 好 請問一下黃副司長 目前這個案子你們有介入嗎 在他們針對這個部分的討論之後 你們有沒有把你們相關 他應該我們的這個員工 應該要有的福利 有提醒他們 注意些什麼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案子之前 原委會是沒有請我們勞動部 提供什麼協助 不過 今天我邀請你來了 所以呢 從今天開始你們要介入 然後原委會也好 所以原委會董事長也好 原委會董事長也好 你們所謂的這個討論小組 今天必須要加入我們勞動部 然後要把員工的權益放在第一 也就是我為什麼今天會邀請勞動部來的原因 好嗎 護士長 謝謝 我在4月8號質詢客傳會的總是董事長的時候 我針對客傳會執行的網路媒體的成效 我認為值得我們的原文會來效法學習 所以今天我也特別安排一個專案報告 說因應當代新媒體發展的趨勢 來擬定經濟的策略 在這裡呢 我要給客傳會肯定 今天你們的報告書非常的完整 你不僅僅提供文字的敘述 你還把大數據撈出來 然後彙整成圖卡或者是列表來呈現 其中跟包含了所有類別的成效率 觸及率這樣的經濟 我們可以讓在座的每一個立法 我們一目了然 但是反觀原文會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今天原文會的書面報告裡面欠缺所有的數據 還有你的執行率 還有你的成效率 數據率 沒有這些數據 讓我們怎麼知道你們所有的計畫成效呢 怎麼樣讓我們立法委員審查你們的預算呢 來看一下原文會報告書第15頁 你們有說要成立數位媒體部 跟建制原住民族數位影音平台 你們要邁向未來的趨勢 你有提到原文會新媒體之路 雖然在受限條件之下 你們仍然透過社群媒體跟節目內容製作 獲得各界的熱烈迴響 什麼叫做熱烈迴響 請董事長簡短說明一下 沒有數據什麼叫做熱烈迴響 是 我們的數據 我們 在哪裡 今天要請你們來報告 為什麼沒有提供給本席呢 是 你們那是秘密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 那你現在拿的數據是什麼 是 我們 好 謝謝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這個以後希望你們趕快提出來 那第16頁報告也提到 你們要向主管機關提案 然後規劃未來的要成立數位媒體專屬部門 你們 預計要編列每年度常態性的業務預算4000萬 新增員兒25名 編製三個業務組別 為社群策略組 還有平台發展組 還有快遇內容組 透過專屬的部門來推動原文會的數位轉型 對嗎 是 報告也是 好 謝謝 我是支持原文會的數位轉型 可是原文會你們到底有沒有清楚知道 你們轉型到底要轉到哪裡啊 數位轉型不是繼續停留在攝影棚拍攝錄製節目 而應該是要更多元化嘛 是吧 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不要在攝影棚也可以在街頭啊 也更可以在任何角落啊 那形式上除了我們的電視還有廣播之外 我們的FB IG Pocket 或者是各類的短影應該都可以嘛 所以你們原文會你們看過客傳會的客新聞嗎 他們在FB和IG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瀏覽啊 他們是以新媒體多元化的主題 讓各個年齡成人都有興趣關注 甚至他們在政策上面的宣導 都可以展示他們的多變性 但是我了解的是我原文會和客傳會 你們曾經有談過 如何讓我們的原文會更精進或者是研發 請問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你們決策又什麼 原文會你們支持同意嗎 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這個4千萬嗎 是 我們支持也希望他們列入 114到119年的原住民族文化 那副指揮你清楚知道 你清楚知道人家客傳會才花多少錢嗎 而且現在人家已經在做了 不是那麼清楚 不可以參考 所以一定要編4千萬才會有這個 然後你們還是一個中長城計畫 接著看一下 一樣報告書第16月 原文會在今年度 也就是2024 3月29號 向主管機關提案 也就是原民會 114到119年度的中長城計畫 就是我剛剛講的 建置專屬原住民族數位影音疲台 OTT 然後以6年為期 第一到第二年是要平台建置期 第三到第四年是數位影音優質內容產置期 預計從每年自製內容兩部外部購置五部 我們看一下客傳會第一頁報告書 看一下 他明確指出客傳會要辦理新媒體營運一年編列1500萬的預算 請問原文會董事長 為什麼需要提案114到119年度的中長城計畫 然後你們說要建置專屬原住民族數位影音平台 請問你們是要在現有的社群網路 譬如說FB IG Pocket 來做 還是你們所謂兩年平台建置期是要開發新的系統 新的APP 請問一下 是 數位媒體這一塊有非常發展上的快變動性 所以我們在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個所謂的這個中長城計畫 你才能做嗎 那你要做什麼你有清楚嗎 請問原文會副主委 你同意他這個案子嗎 他的論述還有他的數據的基礎 夠不夠支持 你們來支持他這個中長城計畫 還是他只要調整現在的方向就可以了 報告委 目前因為才剛剛送來 你們不了解是不是 對還沒整查 所以 所以呢 副主委回答之前 我們看一下原文會的報告第三頁 你們有關原文會營運情形 以及如何因應新媒體發展趨勢 第二點 你說原文會已經在110年 在原文會的文化行銷部 已經籌設了新媒體組 這是任務編組 主要任務是經營管理 維護社群媒體平台 還有製作新媒體影音跟Podcast節目 所以副主委 你們110年已經籌設新媒體組了 為什麼今天原文會還要提案中長城計畫 請問一下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新媒體的任務編組是四個人 然後每年是350萬 這個非常小的規模 所以110年 你們已經跟原文會討論這個問題了嗎 對吧 我們有跟主管機關來提出我們在這一塊的需求 那你們現在做了怎麼樣的經濟 怎麼樣的進步 怎麼樣的數據 我們除了Podcast 我們在YT YouTube 在哪裡啊 數據 你今天科委會都已經把這些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然後增加到去 請那個助理再回到那個科委會今天的 你連這個東西在110年你跟原文會已經提出了 你們都沒有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啊 這個數據我們也我們立刻再提供 那為什麼今天不提出來呢 我現在這邊講 如果你們之前在現有的制度都做不好 我是堅決你們要再提出這件預算的 檢討一下原文會的營運情形 然後原文會你們的營運情形 你們只講發揮守護台灣多元文化價值的媒體影響力 然後正是原文會發展數位媒體的目標 你們自自沒有提原文會整體的營運樣貌耶 你覺得現在很好了嗎 請問一下董事長 你們怎麼樣跟原語會怎麼樣在原文 從原文台的或者是廣播裡面來增加我們現在原文會很清楚 我們現在不叫羅馬拼音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事 不叫羅馬拼音它叫原住民文字 你們做了什麼樣的宣傳廣告 你們在所有的現在既有的能夠錄出來的這邊 有教育了社會大眾嗎 很顯然很顯然你們並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原文會主委副主委您知道原文會除了在台北總部有電視台之外 我現在在因為議題太多了 有總部電視台、廣播台之外 還有這個地方有設置原文台的新聞中心嗎 在台中有 請問一下中部有新聞中心對不對 南部有新聞中心對不對 東部有新聞中心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5G的時代耶 網速和雲端科技非常發達啦 傳送影片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我們必要在設計所謂的地方中心嗎 是不是應該要整體檢討了 而且我還聽說有非常多的中心 現在是養老院 所以請問副主委 原文會你們清楚知道有這個三個這個中心 它的執行力怎麼樣 你們在既有的所有的要制度給制度要錢給錢 全部都給你們了 然後你們今天來的報告都看不到你們的這些檢討的東西耶 一直要錢一直要計畫 然後接著下來我們下年度就要編預算啦 你覺得原住民立法委員可以做你們的後盾嗎 我們是不是在了解一下 好請問一下簡單的說明 原文會董事長 為什麼報告書看不到總部還有三個地方的說明還有數據 是難道我還要再排一個專案報告嗎 還是呢在一個專案報告裡面 你們就可以把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全部講清楚 把數據提出來 然後未來還有什麼精進呢 還有你們必須要檢討的部分 你今天的報告書不應該是這樣子嗎 是 我在補充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我們三個中心最主要是能夠就近對部落的新聞去做cover 我知道現在已經是5G時代了 你覺得還需要這幾個中心嗎 還是需要記者去採訪 還需要這幾個中心嗎 那現在這幾個中心它的執行力怎麼樣好不好 那未來還有一個台北的喔 你們現在有四個中心喔 然後你們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但是你們最基層的員工的權益 你們最基層的員工的權益 就我知道還沒有勞動部的最新的薪資喔 你們是不是要報告 你們是不是要報告一下 我不是說搬遷的 我說以既有的最基礎的員工的權益 你們都還沒有照顧到喔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講了非常多的原文會 不管是5G未來的時代或者是現在多媒體的 不管是你們的營運的部分 或者是未來要搬遷的部分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中副主委跟原語會也好 原文會也好 一定要針對這一次搬遷大樓之後 我們還有哪一些要精進要檢討的部分 不是花了17億就兩手一攤喔 然後什麼也都不檢討了 所以我請原文會兩週之內 也請原文會還有原文會 你們再整理出最好的書面報告 還有你們的各項數據還有規劃 否則的話身為一個原住民立法委員 從最早的電視台的成立 然後離開公共電視 然後現在我們有一個專屬自己的基金會 不管是原文會 不管是原文會 你們都要什麼都給什麼 但是你們真的有做很好嗎 在這裡我必須說你們不及格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我愛到你為家 那些天就是王阿姬